深紅Online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阿亮大師 為我們來分析國際局勢 我們先從這個俄乌戰爭來看 是不是有一個最新的進展 因為最近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動作非常的多 那見了俄羅斯的前總統又跟德國的這個總統通話 那都釋放出一個訊息 希望呢俄乌趕快和平談判 習近平為什麼突然這麼積極 因為普丁他說下禮拜三要在國防部宣布重大訊息 不是說要加強徵兵然後加強核戰備 因為不是核戰備 核戰備他不會講 大概有兩個訊息 第一個就是不排除跟白俄羅斯做軍事協調 那白俄羅斯就在基輔的上端 那你說這個會連動到什麼 比如說波蘭會怎樣 波羅地亞三小國會怎樣 那第二個就是 就你剛剛講的第一點 可是他用的詞可能是 俄羅斯可能不排除進入暫時經濟狀態 暫時經濟狀態 WALL ECONOMY WALL ECONOMY意涵的就是 動員啊 它會使得相關的動員程序變得更容易 還有資源的調度更容易 所以就是要釋放訊息他要用力的繼續打下去 就是要拉高嘛 就是要繼續打沒有要鬆要管的訊息 然後 那習近平在踩煞車 中國大陸也不可能不知道 Zelensky要去白宮嘛 這兩件事情是幾乎 就是普丁先釋放 可是你就看到美國 美國大概預知到普丁要開記者會 所以就搶先公佈 Zelensky要訪白宮 所以這是一個對應的 對 然後 因為 Zelensky訪白宮一定是拉高嘛 因為如果真的要和談不可能做這種動作 我如果要和談我一定是派布林肯 去烏克蘭 跟烏克蘭各界好好談一談 說你們到底有什麼方案準備 結果他的做法是 Zelensky來白宮 而且還到國會演講 這件事情非常突然 非常突然 因為連佩洛西都是臨時被告知 所以佩洛西緊急call大家回來 臨時落人來開會 對因為要給他面子 那你看 Zelensky也是有備而來 昨天在那個國會演說 我覺得他抓到一個點蠻聰明的 他就說 他就不斷感謝美國給烏克蘭的協助 然後就講到說 你們對我們的協助不是 救濟不是charity 而是investment 因為 籠統加起來大概 因為現在又通過450億 那去年至少530億 所以美國給烏克蘭的 整體補助 到明年就買1000億了 那他當然知道 Kevin McCarthy 就在下面 共和黨就是要上來了 我認為就是拜登 請 Zelensky 自己來 對共和黨的眾議院做訴求 就是這樣 非常清楚 Zelensky 很聰明抓到共和黨的傳統 理念 就是說 你知道共和黨是不喜歡這樣亂花錢的 他要嘛就是有投資 有地緣政治的價值 那我覺得他兩點都抓到 所以是一個很聰明的演講 就說 你們支持烏克蘭會有回報的 因為我們在地緣政治上多重要 等等 這不是就講給共和黨聽的嗎 然後接下來 不是有一個烏克蘭記者問嗎 說問拜登嗎 說你為什麼 不一次性的給烏克蘭所有裝備 拜登還現場說 他會說YES吧 那 Zelensky說 I agree 現場變成一個 很有趣的畫面 然後拜登做了 很實際的回答 他說美國當然同意 可是我們歐洲的盟友有不同意見 然後他就說 這裡牽涉到 歐洲盟友 他們對俄烏戰爭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 烏克蘭人必須要說服他們 其實他這個是很聰明的 就把壓力又轉到歐洲去了 所以我覺得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說 我們當然會支持烏克蘭到底 那即使要談判 也是烏克蘭在 領土上 獲勝的 同時 也就是說烏克蘭是在 戰勝的那個情況下才會有 和談 不會讓俄羅斯得逞 那你去想一想 這個 普丁眼看之後下禮拜三要開內容記者會 白宮 不認輸 不讓你造勢 提前一個禮拜來搞 這個 芝林斯基訪拜宮 而且是閃電訪問 我只有一天 那 也是拉高嗎 兩邊都拉高 我覺得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很容易判斷必然如此 因為連我都這樣判斷 就是普丁 這種動作就是要拉高 那白宮這個也是要拉高 那你們是要幹嘛 所以 這個 他見了這個 門德維杰夫 這個人實際上比普丁還要強硬 而且可能又要再回來當總統 他很強硬 事實上還跟這個在野黨 這個 黃俄 黃俄派是通緝的 所以當然 中國就想要對 他表達 就說你們該談一談了吧 大概是這樣 你看門德維杰夫怎麼回答 因為昨天我就看到中國外交部把他們的 對談稍微做了部分公開 門德維杰夫就說 我們當然願意談 可是這件事情非常複雜 所以等於就是半回答 半回答 同時你也看到季辛吉在英國那個雜誌 旁觀者 Spectator 寫那篇文章 我覺得現在所有的那個 真正的當事人 或者是我們說 旁觀 而比較重要的當事人 比如說法國中國 都開始緊張 有大事要發生了 季辛吉就講了一個觀點 我覺得那個觀點非常的 有智慧 他說現在的局面有點像 1916年 他說一戰已經打來兩年 死傷遍野 那可是呢 大家對於已經投入的成本 無法交代 就說我已經死那麼多人啊 我總要討個結果吧 結果那個時候剛好就是大家覺得很累 說我們打了這一場莫名其妙的一戰 死亡已經遠超過我們的預期 我們是不是該談一談啊 那那個時候的關鍵就是美國 因為德國跟 英國法國沒有辦法坐下來談 結果他們就去找Wilson 那Wilson 同意介入 1916年的時候 結果要死不死 後來Wilson就因為要選總統 他就沒時間搞這個就卡住了 結果後來那個英國跟德國就發生了另外一場戰役 那又死了幾十萬人 那 就沒了了 那等Wilson到1918年初 又想回來介入的時候 又多死了好幾百萬人 那時候就已經都已經打累了 那我們也知道一戰是怎麼結束的 一戰的結束事實上 有一個是俄國革命嘛 他是自己退出了嘛對不對 然後德國是 是政治 政界決定投降嘛 事實上 那個聯軍根本沒有打進德國啊 所以為什麼希特勒會認為說是有太人幹的 對不對 這個後話啦 總之就是說 基金集團講說1916年 英國法國德國真的想談 可是卻沒有一個力量介入 讓他們真的開始談 結果後來就 悲劇就繼續 而且 最後你也知道一戰的結果是 好幾個帝國都瓦解 包括德國啦 澳雄帝國啦 還有 俄圖曼土耳其帝國 那瓦解之後產生的秩序事實上比之前更不穩定 所以後來就再發生二戰 才算整個打完 那 他說如果 當事人知道後面的 產生的世界局面 比他們所預期的更糟 他們一定會談 可是他們都想不到 所以他們就繼續像 夢遊一般的繼續打 是這樣 所以他預測 還會繼續打下去 他現在就是看到了這個點 他就說我們現在的點就是 1916 那你如果 那他是期待習近平當維尔審嗎 當 真的下來 調停的維尔審嗎 他沒有具體指名啊 他目前看起來排排 因為他的文章是寫在英國嘛 那 英國沒這個能力幹這個事啊 這個我覺得蠻詭異的啦 你為什麼不寫在紐約時報呢 我覺得當然就是因為 哲倫斯基要去白宮嘛 要去國會演說嘛 那你登在紐約時報 有點怪怪的 對啊你感覺好像是 好像潑人家人水 不想讓他來 對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他被迫歪了 歪了繞一圈跑去英國登這文章 還真糾結 對然後 可是美國的有識知識當然看到了 可是因為現在的氛圍就被 澤倫斯基訪美 壓住了 所以這篇文章無法引起討論 而且美國軍方 顯然不贊成 現在問題就卡在這裡 所以 你只能去計劃馬克宏 你說美國軍方不贊成喊停 不贊成 不贊成 他們 坦白講受害的不是他嘛 受害的是 烏克蘭跟歐洲嘛 再死好幾百萬人也是歐洲的事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們當事人 怎麼一副沒有喊 喊停的聲音啊 對不對 那是你家的事啊 我幹嘛幫你急 美國只在乎錢嘛 說錢是我在出嘛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目前就陷入一種重大的不確定 說好雙方都拉高吧 那這次回去 澤倫斯基乎是確定 因為愛國者非難當場就說我們要給你 那澤倫斯當場就說越多越好 大家笑不龍嘴 所以這個態勢就是要拉高 然後 俄羅斯到底會做什麼動作 那你沒有分析習近平在這件事情 扮演的現在這樣子促談促合的角色會有影響嗎 沒有 沒有影響這只是表達一個態度而已 因為他 相關的 關鍵第三方都沒有真正出手 我為什麼要出手 我又不是當事人 所以大家都覺得是你當事人自己 如果沒有 面對這個 1916困境 即將繼續發生 繼續延伸 造成戰爭悲劇的話 你不覺得當年Wilson就這樣想嗎 你不是說他忙著回去選舉嗎 是 可是後來美國就直接碰到 因為就惡化 後來你也知道德國就開始搞那個 無限制潛艇政策 把那個 投往英國的商輪全部都打掉 對不對 結果美國商輪就被打到了 這個是1916年之後才發生 那美國當然也沒有料想到會導致如此 那1916事實上美國是完全沒有介入 這種狀態 所以他就是一個完全的局外人 跟中國現在有點像 就是完全的局外人 所以才希望這個局外人來解救 這個困境 1916年沒做到的事現在做不到嗎 因為 美國跟英國畢竟還是特別關係 所以是美國自己不夠智慧了 他應該要判斷到自己早晚會被捲入的 那中國真的跟北約跟烏克蘭 就是說他如果不想被捲入他是不會被捲入 對對對 跟印度 他比較安全 印度也是這樣 就是我跟你們沒有關係 那你們自己是 你要起個頭 你要起個頭我才能介入 那Wilson當年就是不夠智慧 你沒想到你一定會被英國扯下去 果然扯下去 因為英美貿易 本來就是 最大 那德國在報復英國你會沒事怎麼可能 總之就是 眼看這個 我覺得中國也有點 納悶 說你們這些歐洲領導人到底在幹什麼 怎麼沒有人能夠起個頭呢 喔 因為哲倫斯基不能起個頭 中國可以理解 難嘛 你 每個人都會說你投降派 可是歐洲不是 其他人有試圖想要起頭啊 你沒看到馬克宏最近的說法 蕭茲最近的說法都覺得 不要再打了可以嗎 這個不叫起頭了 起頭一定要 這叫獨善其聲 想要自己 起頭一定要提出方案 要這麼具體 而且要施壓 我事實上現在提出方案了譬如說季經濟就直接提出方案了 當然他那個方案俄羅斯不會理他啦 他說俄羅斯啊 克里米亞就是你的啦 大家承認啦 那你那個 二月到至現在 二月至今 所佔有的所有的領土你都撤軍啊 這怎麼可能 這個就回到1916的困境嘛 就我投入那麼多了 死了那麼多人 那我是所謂何來啊 一場遊戲一場夢 沒有辦法交代 那因為沒有辦法交代所以你只好繼續捲進去 那基辛吉事上也跟烏克蘭人講 他說 其實他沒講那麼白了我幫他補充 美國參謀者的秘密說 烏克蘭軍隊至少死了10萬人 平民 至少超過20萬人 你流浪在歐洲的800萬 流浪到俄羅斯 周邊的親俄派有兩三百萬人 然後你境內還在流離失所超過400萬 歷心這種狀況 那你還要打 不打贏沒辦法交代啊都這種狀況 另外一面的說法是這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這個 這個就是 彼得定律啦 你預期最壞的狀況總是會到這樣 你明明看到就是這個趨勢了 可是你還 亡抗說 不至於此 這是非俄撲火 目前烏克蘭狀況就是如此 就是 那烏克蘭當然會說我已經死那麼多人了 我對他們也不能交代啊 那俄羅斯也是同樣的想法 所以基辛吉那個方案是不會被接受的 你說你連頓巴斯都不願意承認 我覺得赫爾松跟著波羅者還有談的空間 可是頓巴斯跟克里米亞是絕對沒有談的空間 那如果西方不能夠推到 這條線上 是沒有辦法談的 那可是問題是這句話要有人 說啊 那馬克宏想來是在投機嘛 我幹嘛去說這個 我說這個 哲倫斯伊利克罵我說 是俄羅斯同路人對不對 他已經跟拜登在白宮演了一場 現在就是歐盟那些人 不支持你 然後跟底下的共和黨說 我講白了就是這個案誰提出嘛 就頓巴斯 就是頓巴斯的地位 所以你可能要提出某種比如說 頓巴斯好了就是 屬於我們 俄烏 有點共同關係的 地方 所以又要來一個頓巴斯地位未定論 總之要有人提這個方案 你不提 俄羅斯這個戰爭沒有辦法交代 而且頓巴斯 很多是親惡的民眾嘛 他們很多人是認為被解放 你不可能說叫他退出啦 不可能 做不到 那可是 就是要有人 很現實的把他指出來 那個國家也必須要有一定的份量 你如果是土耳其也沒用 不夠力 那就是要法國或德國 就這樣 不過你剛才說這個 其實馬克宏並沒有真的認真想要 介入這件事情 他講的就是屁話 對他講的是說在北約之外 有另外一個歐洲的防務體系 歐洲防務體系就買法國的武器 講那種屁話 所以是在賣武器而已 當然 他在做生意 他現在對德國買F35 還耿耿於懷 就這樣 所以你為什麼不來買我的陣風飆風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 你有時候看都覺得這些人很幼稚 都是事後看 可是 那個當下 當大決定他做不出來就 極極因應於自己的利益 美國不是也是這樣嗎 美國現在只在想 比如說拜登在想什麼 拜登就在想說 李澤人斯基你這個預算案就要進 共和黨的眾議院 你自己拜碼頭吧 你不要叫我去求啊 我可能搞不定你比較有機會 對 所以 責任斯一來國會演講 就是直接對 共和黨的人訴求 讓美國的老百姓都看到 那看看你這個論點大家買不買單 說這個不是 慈善事業這是投資 有回報價值的 對對對 把他的價值講出來 美國人民如何思考 就這樣 那拜登可能在想說 反正我宣佈連任競選 大概也要3月吧 那個時候再看情勢走到哪裡再說 就這樣 要不要放棄這筆投資 到時候再評估 對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在想自己 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馬克宏這麼做 然後呢 這一個 但是 他們都還是想跟中國在這樣子混局當中 能夠繼續做生意 那中國也希望 能夠跟德法 推動中歐關係 就是我們講了很久的中歐投資協定這件事情 這個俄烏戰爭沒有結束 是不會有任何的進展 可是兩邊都有這個 眉來眼去的 訊息釋放啊 這沒有用 因為歐盟是被綁住 就是 因為這個不是針對德法 是針對歐盟 那個中歐投資協定 是歐洲議會跟 歐洲各國都要通過 只要俄烏戰爭這個家屬 沒有被解開 那中國必然是被北約 推到俄羅斯那邊 所以是沒有空間的 我覺得這一點中國當然知道 可是他嘴巴上只能這樣講 可是 他講這個就是在迂迴的跟歐洲人講說 你們解套好不好 你們趕快解決自己的問題 歐盟戰爭趕快解套好不好 你們起個頭我來幫你嘛 我覺得這個意思應該很清楚 可是你沒有理由叫我 當頭啊 公親不能變蜀柱 當然是嘛這個 你不要講中國大陸這個俄烏戰爭啦 我們社會事也是這樣 對不對 A跟B兩個流氓吵架 你叫我這個第三方協調人 好像一副我是吵架了當事人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中國也是有點說 奇怪你們歐洲領導人到底在幹什麼 而且經濟學人都做了那麼 現實的評估 說這個冬天過後到了3月 歐洲跟烏克蘭要 凍死14萬7千人 這經濟學人自己寫的 可是會不會是因為都在烏克蘭啊 所以對於歐洲這些大國來講 還是跟美國的心態一樣嘛 戰爭發生是在烏克蘭 我還是旁觀我保護好我自己的國家就好 那你這個就跟一戰一樣 所以就是看起來就是要往那樣子的劇本 這是一個1916嘛 那你就繼續去死吧 我跟你講 今年的冬天 那就會發生二戰 所以現在就會發生三戰 今年的冬天肯定是 比去年要冷 事實上我上個禮拜看基輔的溫度是零下4度 然後上上個禮拜是零下8度 你講了我同意啦 所以最慘的就是烏克蘭啊 對這我同意 冷死14萬人可能很多都是在烏克蘭在基礎 而且我們還沒有講凍死 我們還沒有講餓死 那有一些根本就在 不起眼的 小角落 你根本沒看到 就是會受害 那俄羅斯也是很凶悍 他專門炸你的能源設施 我覺得俄羅斯就是 但是 姿態很清楚 我讓你的老百姓受苦 來逼政府談判 那 可是他低估了這個國家 老百姓影響不了政府的程度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 事實上我現在也打個問號對 歐洲人民能夠影響歐洲政府的程度 你知道吧 抱怨如此之多 然後去做民意調查都對人員 通膨 不以 不以為然 然後政府沒有在處理 沒有在處理根本性的俄羅斯戰爭 那俄羅斯戰爭 你也非常清楚 你要追求的目標是不可能達到 比如說你要俄羅斯退出 退到二月之前的邊界 你也知道做不到啊 因為 你又怕介入戰爭 又怕北約介入造成核戰 所以你所有的邏輯都 說不通 你這麼明顯的情況然後還在那邊 挨著 大家都不想介入 不是 大家都不想 第一個被說是俄羅斯同路人 就這個氛圍 我跟你講台灣未來也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兩岸情勢越來越不利 然後台灣明明就 該去跟中國做政治談判 可是沒有人敢開第一槍 說的人就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目前的味道就是這樣 要說要談判的人都是投降派 對 因為 你不可能提出俄羅斯 完全不接受的方案 他說的等於白說 是啊 目前經濟起提的方案不就是這樣 他說俄羅斯啊 2014戰的克里米亞就算了 就回到2014就好了 俄羅斯一定會說那我 二月打仗打到現在這算什麼 頓巴斯 他們認為是反法西斯戰爭的成功啊 那這算什麼 等於歐洲人 或者美國人 對頓巴斯是不是曾經有過 類法西斯的壓迫情境 他到現在還不承認 就這樣 問題在這 他可能覺得不承認就是沒有 事實上他們報導過 對不起 從2014 到2020 2020 亞素營被歐美譴責 就說就是法西斯嘛 這是歐洲 美國 以色列都報導過 而且也報導過當時的屠殺 的照片 這照片都不是俄羅斯翻出來的 你們自己也報導過 那結果現在俄羅斯戰爭一發生 突然不認帳 亞素營變成 英勇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 就這樣 那對於這樣 不願意面對歷史真相的狀況 你怎麼處理 我就不願意面對歷史真相 而且現在就是這些歐洲大國 對於歐洲戰爭沒有積極想要去 促談 提出可行方案 會不會是一個原因就是其實歐洲經濟 沒有想像到 沒有想像中受到那麼大的衝擊 因為最新的這個 歐洲 今年的GDP的成長 好像還會比美國高一點 你講的是 你就是回到了蔡英文的問題 他覺得總體數字很好 可是 人民感受不到 人民感受不到 人民無感 人民生活很痛苦 你到時候就會發現 歐洲人還是一大堆 所以你剛才講的 就是說 你剛剛懷疑歐洲人民 可能沒有辦法影響到歐洲的領導人 因為歐洲領導人可能看到是數字 當然嘛 覺得說沒有我沒有非常差我還可以 我講白了就是 這個 弱勢民眾影響不到政府 那 已經有過那麼多的上街抗議 那是還沒有到暴動的程度 可是歐洲政府好像無動於衷 目前看來就是如此 就是 他就用撒錢解決 撒錢解決 把這些 這個看不到了把它蓋起來就好了 然後 投資的人自己想辦法 商人自己想辦法 有錢 有能力的人自己想辦法 比如說 我爸師傅這個沒有辦法 去中國投資 他是高耗然的產業 對他沒有能源可用 所以他只好到中國去投資 有錢的人就自己想辦法找到出路 那 弱勢的民眾就只好上街遊行 而且領導人還不理你 我知道 那產業也是如此 因為德國有很強的製造業 那很多都是高耗人的 汽車也是 所以他們被迫外移 對不對 那這樣不是失業的人又變更多了嗎 那你德國領導人會看不到嗎 那你為什麼不處理 他看到GDP數字有漲 那 不是啦不是說有漲 是相對於前一季 是這樣 因為 可是 明年 明年 IMF估計 歐洲的整個GDP成長是 負0.1起跳 我坦白說這個就是領導無人啦 這個沒有什麼別的藉口啦 那蕭茲的民調已經跌到22% 我看起來他也沒招啊 這跟那個岸田文雄一樣 岸田文雄現在民調跌到25%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啦 那只會 安保升級啊 他如果這樣可以救自己 啊 那 結果因為經濟不好 安保升級就卡在預算從而以弄 那結果連黨內都分裂 因為他要徵稅 他要徵公司所得稅 那高市找不到一看 哇你要徵4% 那勞工加薪不是成為泡飲嗎 4% 再徵這麼多 是啊 800億美元 4年內要增加800億 所以日本 自民黨有70%反對徵稅 那你現在怎麼辦就卡住了 結果岸田就說 啊不急啦 2023年還沒有要開始徵稅 這是無能的領導人 就是往後拖 2024才要討論這個案 他說到時候再說啦 因為他知道2023年經濟不好 那就到時候再說 那這個心態不是跟蕭茲一一樣 那馬克宏從今年1月就開始那邊講說他要介入啊要好好談恶物戰爭啊 談到現在 還不敢去北京啊 北京在等他啊 事實上中國就是在等馬克宏起個頭嘛 所以中國會給馬克宏壓力嗎 不會 也不會 那是你的事 他是善意的提醒 溫馨的提醒 不是啊因為 我又不是當事人 我當然有受到領導 就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可是你自己站不起來 人家怎麼幫你 所以 結果馬克宏現在辭職不敢拍板什麼時候要去北京 他是因為怕被問到這些 不是他去了主題就是這一個啊 只有這一題 不然你去那邊幹什麼 他可能想提說我要跟你做什麼投資 什麼叫貿易什麼的 不是 因為空泡澡就給你 那個 而且那個對北京來講都是順帶 比如說你廣核 集團要不要跟法國電力公司合作核電 那都是板上釘釘的事啦 那根本沒有什麼大爭議 那至於說你的那個 其他的行業要到中國投資啦等等的 或者希望中國到法國投資 都不是問題 中國期待的法國議題就是政治 跟德國期待的是經濟 這非常清楚 因為德國跟中國的貿易額 是法國的三倍啊 所以焦點 經濟的部分德國那個部分已經看完了 現在他在等法國的是政治牌嘛 結果你就看馬克宏在那邊 繞來繞去嘛 那繞到後面還說 可不可以來買一下我的軍火 什麼鬼嘛 到最後還是不敢面對真正的問題 就是二無戰爭 因為他不願意當 始作俑者 他不願意當俄羅斯同路人 他不願意提 第三案啦 就或者說不願意幫烏克蘭提案 因為烏克蘭提那個案就是天堡行空嘛 說你退到 二月前的邊界 這不是跟基辛吉一樣 而且沒有 格蘭斯基說要把克里米亞一起拿回來 是嘛 所以 責任斯基連克里米亞都不讓 連克里米亞要一起拿回來 都不讓嘛 對不對 那你也知道這是 比基辛吉還天堡夜談 所以 對俄羅斯來講就是在等 提出一個可以談的方案 那這個不是美國提就是歐洲提嘛 不然還有誰能提 那目前等不到 美國沒有動機啊 那你歐洲 的應該要有動機 是嗎 對 因為他對你有真的有失職的影響 一定要有一定的分量 那你為什麼遲遲不做這件事 你總不能荷蘭提 荷蘭提誰理你啊 對不對 那德國 德國當然就想說有這個政治 我從來不是老大 算了不要我來提 馬克宏一副很想提的樣子 想當歐洲老大的人 是嗎 這個時候為什麼不站起來呢 那請問幾個月了你這個時候 那到底幹嘛去看足球啊 我覺得那個他就是在逃避 所以想本來想要去那邊弄個好新聞 那結果就死在沒洗手上 就這樣 偏意啊 這個就是 你想躲也沒錯躲 問題就是咬著你 而且所有的人都認為 是你該做的事 所以你要做這件事 當然就是 你願不願意在北京提出你的想法嗎 那就考驗你的 我覺得北京也大概知道 你提了會有人攻擊你 所以你一旦提了 他也願意在一定程度上當作你的 巴苦 巴靠山嘛 可是你要先提啊 到現在不願意 他想什麼 因為自己民調也慢慢掉下來 他如果再拖下去會繼續往下掉 不是嗎 這個就是悲哀之處 我們目前看到了所有的 相關領導人都是如此 岸田 尹錫悅 肖茲 馬克宏 都是如此 全世界都是庸才在當領導人嗎 沒有辦法 悲劇 就是歐洲現在沒有梅克爾 又懷念梅克爾 那你覺得這一趟的這個訪問是不是打破了某些僵局 熔兵了 還沒有 我覺得這個頂多是 恍和氛圍啦 因為黃英賢跟Openist講話 比較穩健 不會 這個不會亂開嘴炮 可是這次 澳大利亞的貿易部長 求見中國商務部長就被拒絕 要談實質的就沒有了 對 表示中國認為政治問題還沒處理完 那我覺得顯然就是 我覺得就是顯然要有兩個問題他要觀察你啦 第一個就是到底你對 這個安全戰略的定位 你到底是 怎麼定位自己 比如說 對你來講安全的範圍主要應該是南太平洋 還有東南亞 你距離我那麼遠 澳洲距離中國最近是4300公里 那稍微遠一點是5800公里 這麼遠 那你為什麼要 一直認為中國是你的威脅 無眼聯盟啊 你距離我很遠 所以簡單講就是 你到底是作為一個區域的 一個強權 希望穩住你區域的安全 比如說南太或東南亞 那這個中國可以理解 可是你為什麼一定要扮演美國的旗幟 就你是無眼 我知道 我是無眼 可是你可以像永西蘭這樣 管好你的南太就好了 還有東南亞嘛 對不對 尤其是跟印尼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合理的定位 結果你一副要當美國的旗幟 那 而且 好像AUKUS還要擴大 還要把日本拉進來 對啊 就日本加強軍備之後 澳洲跟日本的這個軍事聯合的 聯盟還要更加緊密 就是說AUKUS要變成JOKERS 聽起來好像是笑話 JOKERS 那你是在幹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中國要確定這個 戰略安全的定位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AUKUS到底要怎麼走 比如說 Morrison那個時候要買的核動力潛艇 真的還要買嗎 那個時候要買8艘 那核動力潛艇就是 那是2040以後的事情 我知道了可是你設定的安全的定位就非常清楚 因為那個是沒有 航程限制 而且 擺明了就是會有核武器 那 你澳大利亞為什麼會需要這種東西 除非你要打中國 那你為什麼會需要核動力潛艇 所以我覺得澳大利亞 最後總是要有一些東西浮上檯面 比如說 你核動力潛艇是不是 說一下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區域定位的強權 你要 維護跟印尼南太平洋地區的 這個 和平穩定 你需要的恐怕是驅逐艦 怎麼會是核動力潛艇 所以我覺得中國可能是想要先確定這種東西 那如果你 還質疑說我就是要進入第一島鏈 我就是要跟日本聯手 那我就是要繼續當美國的旗幟 那中國沒有理由要對你的商務 做讓步 多買點龍蝦是沒什麼 可是沒有理由要買你的紅酒 或者 沒有理由要繼續買你的煤礦 就是這樣 因為煤礦它已經有部分已經轉到印尼去了 我覺得就卡在這裡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你講話穩健 就可以解決了 核心議題還是你的這個政治定位 對 你的安全定位你要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跟 所以中國大陸 期待法國 來提的是跟烏克蘭戰爭有關的 最新的方案 他期待澳洲你要把你自己的 角色 講清楚 我們再來談生意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所以澳洲應該也要這個延遲他們的行程才對 因為他們顯然並沒有把這件事情 當成是跟中國大陸 就是先 看看說你到底想要談 談到哪個程度 畢竟只是外長層級嘛 不是Obanis 如果Obanis真的要請求 如果也去的話 應該就是想清楚了 他決定要怎麼做 你沒有想清楚也不會見 高峰會不會成功 我因為王毅看出 澳大利亞有意調整 畢竟他是勞工黨 他不知道你想調整到 你願意調整到哪個程度 所以 是中方邀請他去 就王毅看到了這個風向 所以我願意 讓你來跟我談一下 我來聽聽你現在到底有沒有新的想法 可是你不要期待太多 所謂貿易部長 你不用急 不用那麼急 先把這個前面的事情解決 我們再來談後面的事情 對 就是這個味道 那這個回去 可能就 美國就 跟上來打屁股了 那你澳洲 你澳洲本來就是處於這種痛苦中 請問亞洲哪個國家不是這樣 日本不是一樣 台灣也是啊 所以 這個就是給台灣 領導人一個教訓 所以你不要以為口頭說說說 哎呀我願意跟你和平啊 我們來建立互信啊 你講這些都沒用啊 你要把你的定位說出來嗎 你要不要當美國的棋子嗎 這個是最核心的問題 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這個絕對不是態度問題 態度誰不會演啊 一個正常的外交官都不會像Morrison那樣說話 對不對 所以澳大利亞現在政府只是恢復正常而已 他恢復穩健的 講話模式 可是你的定位 我還是認為你跟Morrison沒有差別 那你要說出來啊 所以我說未來賴清德的問題也是一樣 你講半天 和緩的形容詞都沒有用啊 態度好像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沒有用 我只是要聽到 你的定位跟蔡英文有沒有差別 就是這樣 你是不是繼續當美國的棋子 這是亞洲國家共同的問題 包括日本當然也是這樣 不過我們回來講這個台海這件事情 國防授權法裡頭 其實有一筆這個 軍事預算 是讓台灣以為是無償軍援 但是結果 在這個綜合支出法案 就真的要這個編預算 這個是撥款 對撥款裡頭沒有這一項 那所以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沒有 所以是沒有 我們空歡喜一場了 撥款定論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花錢貸款 授權法只是把預算編出來 那要真正編入撥款 才是 明年的案子 所以之前敲鑼打鼓 什麼準軍事同盟 什麼之類的 都是一場空 這個有兩方面的考慮啦 第一個就是 美國裡面確實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有錢 那美國的軍事的無償援助 都是針對很窮的國家啦 比如說 這次非洲到了白宮罵 那拜登不是提出550億美元嗎 這個都是援助喔 那包括經濟 健康 還有安全 就有安全 這都是無償的 那 健康 可能是疫苗嘛 或者是 那個緊急疾病的藥物就這個 懸助嘛 那 經濟有可能是饑荒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 它是什麼級別啊 所以美國對 非洲提出550億美元 大家都覺得你怎麼那麼少啊 那可是大家都覺得那個是必要的 可是美國人 就很多人認為說 台灣需要 無償援助嗎 他那麼有錢啊 他有外匯存體啊 他只是把我們比照以色列一樣 代表說我們大家的軍事關係 軍事同盟關係很密切啊 因為以色列也是無償的軍事援助啊 你以為你是猶太人啊 就是猶太人有把握讓反對的意見不出現 你台灣哪有這個本事啊 我們遊說只能有半套 就是有國防授權法 但是沒有撥款法 裡面有一個意見怎麼說你知道嗎 台灣比以色列還要有錢 這是真的嗎 這是事實啊 因為以色列的人口 只有600萬 現在可能擴大到800左右 可是 他的益力比台灣低啊 而且 那個台灣的外匯存體 好幾千億美元啊 以色列沒有啊 這個就是反對你的人就會這樣說 說話啦 所以你要比照以色列 拜託好不好 他比以色列還有錢啊 那當然沒有說的是 並沒有猶太人團體來施壓於我 所以 所以他就改成軍事融資嘛 那 軍事融資當然取決於台灣要不要啦 因為台灣如果自己有錢我不要啟動 我認為最好不要啟動 為什麼 啟動第一個你要付利息吧 那第二個是我講白了啦 美國的軍事融資 你買不到大項目 幾乎都是零組件 那種技術援助的項目 而且一年只有20億美元 你能買什麼完整的項目 那 這個就很容易讓美國國會議員上下其手 因為我跟你講啊 完整的軍品在國際上是有價碼 所以你可以比對出 你買的貴不貴 那零組件跟技術援助是沒有價碼 彈性空間很大 隨便他開 那這個就是 美國國會議員的大祕寶 大祕寶 比如說我現在就說 可是我們給了這個祕寶之後 會不會就可以得到後面的無償軍事援助 這兩件事會不會有 毫無關係 沒有辦法 沒有啦等於是無償軍事援助已經被打掉了 因為國防授權法 最后再也沒有了嗎 國防授權法只有一年的期限 所以預算沒編就沒了 本來就是啊 前面敲鑼打鼓都有在 你怎麼不了解美國的程序 美國的程序 國防授權法事實上就是國防預算 加上一堆議員提案 這個 總的叫做國防授權法 所以有壽命的 就是一年的期限 每年都有來一套新的 所以除非明年的國防授權法又提 無償軍援 NDA國防授權法是每年必有的案子 而且這個案子把 很多台灣政策法的軍事項目納入 事實上也隱含著台灣政策法 本來談的那些台灣政治定位的議題搞不好也不見 也是有壽命的 因為他把它放到這裡面來就會變成他又是有期限的 就表示台灣政策法你要不要重提 就是有期限的 你不要忘記的那個 台灣政策法是沒有期限的 就是一個立法了嗎 他根本還沒提 因為現在又過界了 又過界又重來了 那你不要忘記 葛拉漢已經拿到波音了 他提的目的是什麼 提的目的是 來賣飛機 當然啊 他已經拿到了 那不能拆核過橋啊 美國歷來如此啊 我跟你講 一定是白宮直接去跟提台灣政策法的一些議員說 裡面這些政治定位很敏感 什麼2758號決議跟台灣無關等等 這個是炸藥 那我現在正在跟中國和緩中 你不要提好不好 我把你的軍事項目納入國防授權法 所以我們就目前看到這個樣子 所以國防授權法就納入了一大堆 台灣政策法的內容 那就通過了 事實上我早就在我的直播講過 我說台灣政策法的核心是軍事 不是政治定位 那結果現在政治定位果然沒過啊 那你現在就去看 明年 台灣政策法 他拿政治定位來騙台灣人說有 騙獨派啊 喔 騙獨派 大家都被騙了吧 當然啊 海外獨派高興的要死啊 結果現在不省 空寬洗衣場 現在就是美國有沒有人會去硬推台灣政策法 我認為不太可能 除非 美中關係又急劇惡化 然後他又把這個法拿出來 當成這個籌碼 當成當作工具 選戰工具 對對對 我比你厲害 可是目前是屬於緩和階段 那緩和階段對拜登來講 我沒有理由在明年上半年再來搞這個 我先讓軍事走一走 美國現在更在乎的可能是台灣選人法 對台灣選人法 你在這個預算裡頭看到 台灣的這個無償 軍售沒有 但是卻出現了一個台灣選人法 對啊那個Marketti的案 做什麼 他就說明年9月開始 美國要派現任官員到台灣的 行政立法部門 上班 觀察員 他不會寫他的功能 他只會說 上班是什麼意思 我們要發薪水給他嗎 他們付錢 那可是他要來駐點 駐點 那台灣的立法院目前已經成立了 國際事務辦公室 就是為了接待他們 準備讓他駐點 那行政部門美國還講白了 說他要看的是經濟 軍事跟安全項目 他對台灣的國安團隊沒有信心嗎 他不會這樣講 然後他還說第一年學中文 那第二年就駐點這樣 你認為一個完全對中文不懂的人 一年有可能變成 什麼公文都看得懂嗎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楊永明有跟我講 他的實際經驗 因為最近去 中國大陸 還有韓國日本那位 康達先生 他就是 日本類似計劃 Mansfield 學人計劃的 參與者 因為 康達跟楊永明是 Virginia 外交系的碩士班同學 他碩士班畢業之後就去參加這種計劃 那他會日文也會中文 比如說康達 他在日本溜達 可是Mansfield計劃只有一年 因為行之有年 1994就開始了 那 他就去了很多地方 去過 日本的有關安全的智庫 那也在 外務省防衛省待過 那這裡面最有名的一個例子 1994年 第一個參與的那個人 那個人後來在美國的軍備局當到了副部長 那他當時去日本去哪裡 他就去日本的軍備局 然後 後來又去通產省 去看日本的軍工產業的概況 那後來回去美國當軍備局 你去想一想這什麼意思啊 他不是把你的底氣都看光過嗎 對你徹頭徹尾的了解 那這裡就 我那天碰到黃介正老師了 就是國民黨現在的國際部主任 他就跟我講說 台灣政府大概只剩下6個月 要 把這個程序弄清楚 啊 就當人家駐點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什麼程度 是我們決定還他決定 對 對 那我講白了 以目前 美國跟台灣的懸殊的強弱程度 恐怕是美國決定 那我們這樣舉例好了 如果他 要求到軍方或 安全的某個單位 駐點 你敢拒絕嗎 那結果他就來了嘛 那來了他就要求看公文啊 那請問他的安公文的權限等級是哪裡 什麼樣的公文他不能看 什麼樣的調查他不能看 這個 行政單位都有機密等級的嘛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那他可不可以走訪各單位做訪查 做interview 上級指導員應該是可以吧 不知道 然後請問有法律規範嗎 當然是只有美國的法律規範啊 對嘛那請問什麼樣的動作叫越界 我們可以予以驅逐 沒有任何動作 可以予以驅逐 現在一些問題就在這兒嘛就是說 你去想一想我們台灣 對於 看本來不屬於你的權限範圍的公文 都屬於刺探機密 這個都有責任的 有罪的 那美國的代表來 他是不是這方面 都沒有 沒有限制 對沒有限制 問題在這裡 比如說 然後他如果要求 這個所屬部會 帶他去重要單位兜一兜 比如說他要看看漢翔啊 看看中科院啊 你是不是要陪他去 那到了中科院 中科院是不是什麼東西都要彈給他看 比如說他要看雲風飛彈啊 你要不要讓他看 他要看熊山啊 你講這麼多我有點好奇 那美國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想幹嘛 我坦白講我有兩點直覺的感覺 就是他對 蔡政府 有一些 不明所以 比如說 這個Aspur前國防部長 7月20號就跟你小英見面了 那那個時候江湖就傳出12月8號 你要宣布 兵役要延長一年嗎 他怎麼到現在還做不出決策 我相信類似的狀況 絕對不只兵役這一件 他叫你要做的事情很多項 你沒一項在代辦清單上面給他做完 是的 我就來看看你到底為什麼做不了 對 當然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還有比如說台積電去美國 我上次不是在你這個節目講過嗎 台積電2020年6月 宣布去Arizona 投第一場 120億美元 然後是5奈米 然後到了今年的12月6號 突然又出了一個 擴建計劃申明 突然第一場變成4奈米 然後第二場3奈米 然後投資金額變成400億 對不對 那 我相信在這兩年內美國一定 對台灣對台積電釋放桌很多要求 說你不能只有120億 你不能只有5奈米 他怎麼遲遲沒有結果 講都講不聽我自己宣布好了 結果不是 他這之前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彭博直接寫出來 王美花10月9號到16號去美國一趟 然後美國說你來跟我討論一下 供應鏈 彈性的問題 還有地緣政治 這擺明的就是討論台積電 那王美花回來之後 就開始加快了 開始加快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類似的狀況 就美國最近有幾個經驗 第一個是台積電 那第二個就是 兵役延長一年 他就覺得好像卡卡 那卡卡了 美國當然在這過程也做了一個動作 事實上到目前已經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 你明明就已經付錢的軍備我不交 標槍飛彈 刺身飛彈到現在沒給 然後他的理由是俄乌戰爭 你騙誰都送到烏克蘭去了 有嗎 沒有 你不要騙人好不好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不認真我為什麼要認真 就這意思 我叫你做的事都沒做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怎麼無償軍援變成 軍事融資 怎麼一大堆 認為可以比照以色的人現在都改口了 對不對 我就是要讓你感受到壓力 所以 這是第一個啦 那第二個就是 他對於你這個 決策過程的貓膩 好像很多地方都卡卡 到底卡在哪裡 民進黨政府裡頭有中共同路人 他當然就覺得民進黨政府內部有卡卡的地方 因為你是絕對多數 立法院將近三分之二 所以為什麼要派人到立法院 為什麼要派人到經濟 軍事 還有安全的部門 要註點 就是要 潛 潛水進去看 到底卡在哪裡 他們科學研究精神 真不是蓋的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阿良大師的分析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來加入會員 另外訂閱按讚分享 是一定請你收看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挖 王 Smile 是 壞 嗯 是